中美貿易戰仍然存在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比較合適市況的投資策略 絕對是比高股股性投資策略更熟 原因是在這個動作市況甚至會別市的情況下 高股股性策略的一方面抗爵性比較強 另一方面它們補足市況股股性的能力 亦是相當優秀的 絕對是適合投資的市況 本客戶熱的歡喜環境下 都會有利新興致長的發展 而其中一個我們不可忽略的國家方言就是中國 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都是內需消費的大度 而我們看到國家亦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扶持內需的消費 而內需消費更加較少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隨著城鎮居民的收入增加 再加上城鎮化的進程之下 其實我們看到內需消費的升級 仍然在維持著 所以我建議投資者 如果是對於中國的市場有興趣的話 可以考慮投資回內需相關的 投資轉型基金 在建議中 有空的市場 有空的市場